双集加关注每天学电路 大家好 我们所看见的 这个就叫做发光奥基管 俗称LED 这是一种草帽灯珠 既然它是一种发光奥基管 所以我们知道它也是奥基管的一个类别 既然它是奥基管的一种 那么它就必须有正负基 在我们教科书上所讲的 这种发光奥基管 它是讲的一个脚长 一个脚短 脚长的为正 脚短的为负基 那么我们实际营运当中 一般也是这样归类的 但是在实际维修当中 因为这个营运脚被修剪 所以你发现不了 哪个脚长 哪个脚短 那么如何判断这个奥基管的正负极 特别是这个发光奥基管呢 那么我们一般通过 这个数字万能表的封明档 也就是奥基管的就可以正确的判断出 哪一个是正极 哪一个是负极了 通过测试 它的这个电压降 或者看它的这个亮度 被测的亮度 也可以发现哪一个是正极 哪一个是负极 从而判断它的好坏 好我们直接把两个表皮并接在这两条腿上 我们看 被点亮了 是不是 你看 这个二极管已经被点亮 那么就证明 横表皮接的这个就是正极 好 两个表皮反过来 我们看一下 反过来 并连上去测试 亮不亮 它是不会亮的了 此时是不会亮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奥基管的正向光断能力 那么此时这个望连表 它一点也没有反应 那么这样就可以判断出 这个发光奥基管的好坏了 更多的电视知识 可以点击下发小黄车 也可以关注每一段的个人主页 专栏里面有更系统全面的课程 点击点击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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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